對於 ISA 戶口,我想大家有一定的概念 這一集會和大家一起分析 如何選擇一間適合自己的 ISA 平台 投資在 ISA 戶口,究竟你想省稅 買樓,其他人生計劃,還是財務自由呢? 當你想選擇一個最適合自己的平台 你可能有以下的一些考慮 第一,年齡考慮 18歲以下的人只可以買 Junior 的 ISA 18到40歲,所有的 ISA 戶口都可以買 而40歲以上,其實所有都可以的 除了 Lifetime ISA,這個要留意 第二個考慮就是你的投資經驗 究竟你會不會自己操盤呢? 直接自己買賣個別股票呢? 如果你沒什麼經驗,或者沒什麼時間 但可能你就要考慮投資預設基金組合 即是預設一堆不同的股票 組成的一個基金組合 第三,其中一樣很重要的考慮 就是風險承受程度 投資產品有不同的風險 最高風險的,例如你買個別的股票 例如新經濟股 然後買一些大一點的公司,藍籌股 然後我買一個行業 風險就開始分散了 我們就買行業板塊基金 再分散一些就買指數基金 是整個地區或者整個國家的指數 然後股票之後就可以買公司債券 就相對沒有那麼高風險 在公司債券對上再低風險的 可以買國家債券 然後最後最低風險的就是定期存款 獲期存款或者現金 即使英良銀行加了兩次息 現在都只不過是0.5% 那你這麼低風險的話 你可以得到的回報 當然相對會低一些 大家就要根據自己 承受到的風險程度 去選擇自己的組合 或者是財經產品 第四樣都頗重要的 就是作為一個長線的投資 以下的收費大家要很清楚 因為少數怕長計 如果收費每樣多一點 經過日積月累 會好影響了你最後的投資回報 例如有交易收費 平台費 外匯轉換費 即是長錢 最低存款 年費 可否以稅股買賣 或者供稅股 還有可以有什麼交易所選擇 這些都會絕對影響了你的投資回報 大家都需要考慮 再下一樣投資目標 因為不同的投資目標 會影響了你投資哪種類型的投資產品 例如你買ISA主要是想省稅的 或者是買樓 或者是給小朋友做儲蓄將來之用 還是做資本增值 還是做製造穩定的現金流呢 因為不同的目標 你就要選擇不同的產品 這樣才可以吻合到你想要的目標 在準備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研究了15間公司 在這裡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不同ISA的帳戶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間 Interactive Investor 有幾項重要元素我們要看的 第一 Price Per Trade 這一間 每次成交收的是7.99磅 另外還有平台費 每一個月9.99磅 暢外匯1.5% 不能買賣稅股 可以買到哪些股票呢 倫敦交易所 納指、道指、泛勾交易所 以及多倫多交易所裏面的股票 最低存款每個月9.99磅 而最高的管理費是119.88磅 換句話說 你放得越多錢 它很多都是固定收費 這樣就會比較划算 如果你不是放很多錢 它固定收費就會佔你的總銀碼 另外 它基本上所有ISA都有得提供 除了Lifetime ISA 第二間 Lutmik Stocks and Shares ISA 這一間 Price Per Trade 是沒有的 平台費都沒有的 外匯轉換費都沒有的 可以有稅股買賣 但是這一間不可以就這樣個別買股票 它會有不同的Portfolio Investment 有四種類型的投資組合 Fixed Allocation, Full Managed Socially Responsible 以及Smart Alpha 大概上就是由保守到進取 中間會夾集股票 債券 不同比例的股債組合 以及不同地區的組合 從而達到四種不同的投資類型 最低存款500磅 最高每年的管理費1.12% 在這個平台 你可以購買Junior ISA Lifetime ISA 但不可以購買Stocks Funds 以及Bonds 但可以購買ETF 以及它自己的組合 如果你想購買股票來自己炒 這一間就不適合你了 下一間都是熱門的ISA平台 Free Trade Stocks and Shares ISA 每次交易收費是零 平台收費3磅一個月不算多 貨幣兌換收費0.45% 在這裏都想提一提 為何會有這個收費呢 例如你想購買道紙或者納紙 其實結算用美金的 但你開戶的時候 你入的錢都是英鎊 因此你買美股其實是做了一次 由英鎊轉美金的動作 然後到你賣的時候拿回錢 就會由美金轉回英鎊 所以會有這個Fallian Exchange Fees 在這裏出現 稅股買賣是可以的 涵蓋交易所有倫敦交易所 納紙和納納交易所 一般的美股和英國的股票 都涵蓋到 最低存款是0磅 即是沒有 最高年收費36磅 都不算太多 Free Trade 買不到Junior和Lifetime ISA 但就可以購買Stocks Funds ETF 和Bonds 在這個背景下 大家應該看得到 Free Trade主要是給本身懂得投資股票 或者想自己做買賣的人 提供的平台 下一間介紹的是Hagris Landstand 每次交易收費11.95磅 平台收費0.45%一年 外匯收費1% 沒有稅股的 可以涵蓋的交易所很多 包括有倫敦交易所 美國兩間納子和紐約交易所 泛欧交易所 加拿大的多倫多交易所 和德國交易所 基本上歐美的所有交易所都涵蓋入去 最少存款100磅 最高的年收費0.45% HL就涵蓋了大部分的ISA 除了債券買不到之外 基本上其他服務都會有 下一間 Moneybox Stocks and Shares ISA 每次交易收費由0.12%到0.58%不等 平台收費0.45%一年 沒有外匯交易 沒有稅股 可以買到環球不同的公司 透過它的Tracker Funds 它的Investment Plan有三種 都是用風險接受程度來計 最低風險Quartius 然後便是平衡風險Balance 以及最高風險Adventures 通常這類型的Funds 你可以當作NPF 這樣會簡單點理解 最低存款1磅 即是沒有 最高的收費0.45% 以及每個月的1磅 Subscription fee 營購費 頭三個月便免費 它可以買到Junior ISA Lifetime ISA 但你省賣股票和ETF 便買不到 它可以買到Funds和Bonds 下一間 SASO Market Stocks and Shares ISA 每次交易收費8磅 平台費0.12% 外匯1% 稅股買不到 交易所涵蓋和剛才一樣 英國、美國、歐洲、加拿大和德國 全部都可以買 最低存款沒有 但是你有初始存款500磅 最高收費0.12%一年 如果每年收費計算 這間Junior ISA Lifetime ISA 以及Bonds 都買不到 可以有Stocks、Funds和ETF 下一間Finnacle Stocks and Shares ISA 平台收費0.25% 外匯交易1% 可以買稅股 交易所採用 都是英國、美國、歐洲和加拿大 沒有最低存款 最高的NOV 0.25% 買不到Junior 和Lifetime ISA 其他都會有 現在和大家一次過 看完15間不同的ISA平台 大家如果詳細看 可以按停畫面 就可以比較到 常見的15間不同的平台 當然市場上還有其他不同的平台 會提供ISA的產品 包括各大銀行都有 但通常都會收得比較貴 所以我沒有放下去 另外給大家看 15間平台的收費 給大家做參考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關於ISA 其他類型和政策要求 大家可以看回其中一條 關於ISA的影片 對於本身有買股票的人來說 ISA絕對是一個好的位置 讓大家繼續投資之餘 不用再交特別的稅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Subscribe我這個頻道 以及覺得有用的 分享給其他朋友 拜拜 已經很有支持